花联县花联市第十九届市长选举候选人公办证件发表会 18号上午在市公所三楼会议室举行 而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魏佳燕则提出三轴十二项政策 来向详情报告 共同来规划花联美好新愿景 花联市长候选人魏佳燕 18号上午前往花联市公所三楼会议室 来参加花联县花联市第十九届市长选举候选人公办证件发表会 并且提出三大主轴十二项政策来向详情说明未来的愿景 除了做好基础建设之外 还有特色公园的新建 单向运动设施改善来提供全国选手来花联比赛 吸引全国游客来花联观看赛事 来开创花联市观光产业的发展 家院也提出了三大的主轴十二项的政见 那也希望不管是在路要瓶水沟要通 然后灯要亮 然后不管是我们的全面的我们的沥清的道路的铺设 那还有我们所有的我们市区的盘点 我们市区的淹水的一个希望改善的地方 那还有停车的空间 那还有运动场馆的一个一个作业 也希望说未来能够在不管在左舱 或者是说更多的闲置空间能够打造一些运动的场馆 那还有在我们的社区 那我们也希望利用VR的一个部分 让我们的老大人了解到现在的科技跟5G的结合 能够让我们社区的不管是幼童或者是老年人 能够让他们了解到科技的进步 然后还有我们在我们盘点了很多公园 那家宴也在不管在担任市民代表或是议员的部分 那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公园的一些建议 不管在县政府或者是施工所 那未来也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特色公园 让我们的孩子们不要沉溺于山西 能够让亲子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那在这边也要 家宴刚才也提出了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花莲整个城市的品牌 不管是商圈的结合 或者是说有路跑 有我们马拉松 太平洋马拉松的这部分 未来我们能够更推广的是 其他的一些单向的运动 不管是在我们极限的滑板 或者是篮球 或者是排球 或是羽球 家宴都会自力来做 那所有的让花莲市能够 市民能够参与的 或者是能够吸引观光客的 我都自力来做 让我们花莲成为更好的城市 伟家宴表示他勤肯做事 没有副业 也不是谁叫他出来选 即将40岁了 有8年市民代表 和4年一年的经验 相信自己可以稳定 为这座城市付出 也希望接下个个的棒子 在既有基础上 让市政更好 继续努力来打造 走场运动公园的运区 记得将你发生不到 好